小姐姐 大叔 大叔 这两天生意咋样 生意一般化 一般化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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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那你做这个做了多少年了 我做了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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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做四十年 十几年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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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小姐 给 拉 这是大爷的 小姐 给 拉 和 辣子 小姐 你会做的 东西 你会做的 它 嗯 这一碗多钱 这一碗5块钱 现在能输入100块钱200块钱吗 一天能卷的就是卷100块钱 100多块钱 这对的是啥呀 水 我今天找了好久才找到你这个凉份盘 咋不断 咋里面是吧 你应该把这个煎面开大街上去 不行 应付就不得 放假太高了 放假太高了 大叔咱这凉份里面放的是蒜 蒜汁是吧 从我姐姐跳来的蒜 叶水除香油 这些水 那在这个粉是什么粉 是铝豆粉 这铝豆粉是你自己做的吗 是吧 是吧 特别的筋道啊 特别的筋道 然后吃上去就是浓浓的蒜味 然后带着香油还挺香的 没有辣椒油 蒜 和这个香油支撑着这整个粉的味道 然后再就是它这个粉特别的筋道 好吃 我今天在东明县光围着这个村 找了半个小时 才找到这个大叔的凉粉 它这个凉粉它叫附加正宗凉粉 这个是炒凉粉 然后它这个炒凉粉呢 放的一点点豆瓣酱 切的块也比我们陕西那边大 尝一下味道咋样 刚吃了一块那个锅底的皮子 特别的香你知道不 咬起来筋道的感觉特别的香 然后 感觉这个炒凉粉也是口味比较偏清淡一点点 虽然里边有蒜 但不是蒜末是蒜块 如果吃不到蒜的话 吃到这个凉粉还是比较感觉比较清淡的 香油味比较出壮 咋说咱们这边热爱吃香油啊 5块钱一碗经济划算还好吃 小时候的味道 大叔说他干了都40多年 嗯 这是大叔给我专门盛的皮子 这皮子超级好吃 上面的凉粉软软糯糯 底下的皮子津津津津津的 我给你吃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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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大家一定要来尝一下 特别好吃 就是比较难找 而且大爷说 他也不知道干了多长时间 就准备退休了 以后怕就吃不到了 大叔 这有没有人愿意给你选你这个手艺啊 没有 没有 那这个炒凉份的手艺要失传了 到时候住那时候失传 这样我歇歇看不到 就会给你吃 你吃 不饿了 你不饿了 对 我可以吃 你自己做的 吃 你不饿了 我让你吃 你吃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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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感谢观看